香港赛马会是本港唯一合法的博彩机构 一方面需要透过规范博彩,满足市民的需求 同时也要推广有节制博彩 以减低赌博有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早在70年代初,赛马会已经推广有节制博彩 这些措施包括,严禁穿着校服或未满18岁人士参与博彩 拒绝信贷投注,在投注站或其他渠道提供辅导 及求助热线等资讯 投注部前线员工都需要接受适当培训 确保本会有节制博彩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我们,在一个方式,都发生了好处理 在国内的招集中 在参与贸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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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易 因为它来到显 cap来的问题 所谓贸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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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 可以掌描述改宗篮或其他算是重新职业 在外出院的组合法和政府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认为我们的目标 to channel gaming demand in a responsible way